公报集团总裁朱国荣涉嫌炒股内线交易多起案件 走进是以武艺的天下交报 但是他天天必须要向辖区的派出所报道 不过上桌传出他疑似是弃保潜逃 法院查出朱国荣这个月8号没有到派出所报道 而警方却到了12号的深夜才向高院通报 整整迟了4天的时间错失了弃府的时机 新一警分局坦诚疏失 而高院在下午再传朱国荣的妹妹出庭 他直言我也找不到哥哥我们并不情 白衣黑裤走到派出所报道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9月7号最后一次现身 随后人就搞失踪联络不上 甚至传出他搭游艇逃往菲律宾 切保浅逃传得沸沸扬扬 但如今却传出警方在整体事件通报上有严重俗漏 摊开时间轴仔细看 9月7号朱国荣最后一次现身 比一望都还早三小时 隔天8号就不见人影也联络不上 不过警方到了12号 深夜十一点半才向高院法警室进行通报 法院13号发出鞠票 14号传唤朱国荣 却只有律师到场 8号到12号之间 警方整整晚了四天 是不是因此措施弃捕时机 每天都要检查审核应该报到的被告的签到部 三张里派出所的值班干部因为疏忽而为做审核 警方坦诚书师将进行内部惩处 高院21号下午再度传唤律师与朱国荣妹妹出庭 外传出了四亿交保金的朱国荣妹妹停上直言 我也找不到哥哥 我们不亲密 面对四亿恐怕被没收 余带无奈表示 我也没办法 高院将评议是否对朱国荣依法发布通气 后续引发各界关注 记得综合报道